系统更新第七弹修复补丁现已正式上线 双水塔、南十字等官方合作飞机已确定开售时间 2022年头三个月的更新计划已正式确定 嗨大家好,这里是Diaboo湖大波湖 欢迎来到2022年第一期摩飞新闻节目 在此也祝各位飞友新年快乐 已经在公测服务器上测试数周的全新修复补丁现已正式上线 用于解决部分年度游戏版 也及系统更新第七弹中引入的重点问题 更新后的版本号为1.21.18.0 其中重点修复内容包括 修复数个已知的闪退问题 进一步优化改进实施天气 如贴近地面的云现在会渲染为雾 万米高空现在会有正确的温度 云层高度现在会正确的参考地面高度 而非海拔标高 修复VR中菜单不可用的问题 修复Trek AR设备失效的问题 修正辅助选项会被随机重置的问题等 PC与Xbox玩家现在打开游戏 即会自动更新到新版本 模拟飞行官方与第三方工作室 Aerosoft合作开发的双水塔Twin Alter 现已正式公布发售信息 将于1月19日上市 售价30欧元 但目前还没有确定 是否会在游戏内市场同步推出 不过Aerosoft的模组 肯定会更新到游戏内市场中 这款DHC-6 Twin Alter 已正式开始小范围的邀请测试 现在可以确认 30欧元的产品包中 包含多款型号 除了传统的客运与货运型号外 还有专门的高空跳伞版本 另外 每一款用途的型号 又有标准起落架 浮筒 滑板 以及各种善业的版本 当地传奇系列第二弹 南十字 Southern Cross 也已确认发售日期 1月31日 这是一款特别版本的福克F7 三引擎飞机 查尔斯·金斯福德·史密斯爵士 曾在1928年 驾驶该架飞机 完成人类史上首次跨太平洋飞行 这架飞机 目前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机场 保管并展出 游戏内的南十字 由著名团队Orbix进行开发 这也是一家澳大利亚本土工作室 本次当地传奇 还会包含该款飞机的运户手册 以及一个神秘的游戏内任务 售价方面尚未公布 南十字将会在1月31日开售 世界公新澳大利亚 也将会在当天同时上线 在今年2月 官方还会推出一个 全新的飞机系列 著名飞行器 其第一弹将会是安东诺夫安2 将与 AT Simulations工作室合作开发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运武运输机 就是以这款安2为原型制造的 安2将于2022年2月22日星期二 农历22正式开售 系统更新第8弹 也将会在当天同时上线 在3月底 随全新的世界更新 还将会推出一款当地传奇系列飞机 不过目前还未公开任何细节 到底是哪款飞机呢 各位可以来猜猜看 会不会是AT-2呢 在去年官方曾预告过 这是一款与飞机制造商合作开发的飞机 如果是AT-2的话 那3月份的世界更新将会是意大利 以上内容为口糊 还请以日后官方信息为准 在第三方领域 最近也有数款高品质的飞机模组问世 大宗雄Kodiac 100 这款由Simworks Studios开发的 单引擎涡轮螺旋桨飞机 售价30欧元 现已在其官网 以及多家模拟飞行插件市场销售 在日后会进入游戏内市场 其包含多款型号 除了传统的客运与货运型号外 还有专门的高空跳伞版本 另外 每一款用途的型号 又有标准起落架 浮筒 滑板 以及各种山叶的版本 从市场反馈来看 品质极高 好评如潮 同样是30欧元 同样是超多型号 同样是涡轮螺旋桨飞机 双水塔与大宗雄之间 应该会展开小型客机的巅峰对决 届时大家可以用钱包投票 模拟飞行开发团队曾经预告过 官方支持的滑翔机与气度模型 将会在今年问世 将由第三方工作室 FlightSIM Studio AG进行开发 官方支持的滑翔机还得等一等 不过现在呢 因为GodFriends的团队 已经将Discuss 2C滑翔机 带到本世代模拟飞行中 而且完全免费 上升气流 温度气压差等气象条件 均于完全模拟 不过现在还需要专用的天气预设 目前还不能使用实时天气 无障碍的模拟 还得等官方完整的滑翔机 气动支持 但在此之前 我们可以自由的利用这款模组 无动力翱翔蓝天 在视频简介区 有这款插件的下载地址 IndiaFoxra Echo团队 历时一年多开发的F35闪电二型 也已正式推出 售价25欧元 正在多家第三方插件市场销售 在日后会进入游戏内市场 其包含传统起降模式的F35A 短图与垂直起降的F35B 以及用于航母的F35C 这款闪电战斗机虽然不如 上述大宗雄那样好评如潮 但品质依然优秀 喜欢军机的朋友们可考虑购买 是不是感觉最近品质高的飞机模组 越来越多了呢 你看这PMDG的737 以及Phoenix的A320也要问世了 毕竟本世代模拟飞行已经推出了一年多 随着各第三方团队不断吃透这一全新平台 官方的SDK也在不断完善 让我们期待今年还会有更多高品质的飞机 之前提到了官方合作飞机会与游戏大型更新同时推出 现在屏幕上的就是今年头三个月的游戏更新计划 本月底的世界更新与早期预告相比 其实延期了一周 估计是因为这两天的修复补丁占用了不少QA资源 这次新增的航拍测汇城市的数量将会远超以往 不过仅会更新澳大利亚本土 新西兰以及周边岛屿并不会得到更新 2月底的系统更新第8弹 将会带来各位久等的官方中文化 以及游戏内市场的分心 开发组表示将会利用本次系统更新的机会 着远于修复已知的问题和缺陷 所以基本不会有什么新功能 3月底的世界更新现在还很神秘 官方还没有公开任何细节 会更新哪里 各位飞游可以猜猜看 至于本代模拟飞行 在本年度还会有哪些其他更新 大波湖在最近制作了一期 对今年新内容进行全方位前瞻的节目 欢迎感兴趣的飞友们前去观看 在视频简介区有相关链接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欢迎关注点赞收藏哦 也欢迎分享给身边的飞行爱好者 本期视频中提掉的机模 有没有飞友们已经购买了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体验和感想 有关更多飞行模拟相关的游戏视频 请见简介区的播放列表 或者前往飞行员大波湖官方主页 fly.dbh.one 在这里有分类整理的民航业 和模拟飞行相关的视频节目 最后感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